我们刚才说,量大佛大,人家发菩提心了,菩提心就量大了,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无的心,没有自私自力,自私自力是迷惑,是轮回心,反复心。 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,这是菩提心,所以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,少到什么程度呢?毛发沙尘,毛是我们身上的寒毛啊,比喻少啊,法是头发了,一根头发了。 一粒杀了,一粒威尘,这是形容啊,你种的善根少,少到极处了,虽然这么少,你所受福,所得的利益不可为人。 没法子说出来。 没法子说出来,佛都说不出来。 所以大家要下班,三宝是设法界里面第一复体。 可是佛法传到今天,传了三千年了,免不了变质。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,无论什么样的商品,刚刚推出来最好的,招牌大强量。 过个两三年了,变质了,仿冒的也多了。 确定比不上第一次推出。 佛法传了三千年,怎么会不变质呢? 这在所难免了。 尤其在末法,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。 我们这个时代,写思说法如横祸沙了。 平时上,是个佛教道场。 实质上呢?不见得。 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种福,你要看清楚啊。 这个场里头,有没有道啊? 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? 佛寺的话呢,你种佛就种错了,出错了。 你错认了佛天了。 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,你不能怪福讲错了。 福没讲错。 是你自己粗心大意。 把这个仿冒的东西当作真乎。 真要怪你自己。 你自己粗心大意,不识祸吗? 你吃亏善大。 可是,要真正能够识祸,也不是个简单事情。 你要有智慧。 你要有智慧。 你要有见识。 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? 识识大臣。 劝尽行者。 那就是为人言说,为人言说有很大的好处。 。 所以,教学相识。 不通过教学, 开智慧非常困难。 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,热心教学。 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。 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? 这个机会就少了。 你在教学当中。 你准备的时候。 你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。 往往帮助你却误。 可是你不教学的,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来。 教学过程当中。 你跟接受教学的人,这越问越大。 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。 常常帮助自己。 所以在诗道里面常说。 诗子道合。 老师教学生。 学生资助老师。 开智慧。 自助老师的智慧。 资助老师的德行。 给老师造成机会。 这才叫教学相长。 两方面互相都有掌心。 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。 那么在诗地读节里面,引经举论。 举了很多例子。 这些例子的这个关键。 就是一个真诚心。 恭敬心。 清净心。 平等心。 慈悲心。 注意记住。 这是个字。 。 用这种心。 来布施供养。 修福。 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。 。 清净心。 没有污染啊。 平等心。 没有分别。 没有污染。 没有分别。 这是心包太虚。 两者杀戒。 所以他得福就大了。 是否在这方面参加。 那么多几粒。